中国女排训练中出现神秘道具——锻炼球员的扣球线路 正在宁波北伦封闭集训的中国女排,近日的训练中出现了一种神秘道具——蓝王版。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金属框,中间用绳子结成割网,队员们在扣球时,必须要将球他的从左右两侧或是上方穿过。 蓝王版模拟的就是蓝王队员的手,宽度相当于双人蓝王的覆盖面,教练足使用它的意图,就是辅助训练球员们的扣球线路和角度。 有了蓝王版,扣球练习是什么样的体验? 李盈盈说,我觉得,扣球,还是需要一些的变化,毕竟空王和打偶蓝王版的心态还是不一样的,还是需要自己去变化。 腾春雷也是感同身受,其实还是挺难的,因为蓝王在那儿,但是球不固定,有时候会扎一点,有时候会开一点。 怎么不去碰它?蓝王版,我觉得是个应变的训练。 这种蓝王版,让人联想到了去年日本女排在训练中使用的蓝王机器人。 那种机器人三人一组,当球员扣球时,它同时伸出六条胳膊来蓝王,而且它的横移速度最快可以每秒3.7米,也超人类的速度。 与这种高科技相比,中国女排的蓝王版显得比较简单,它应该是临时制作出来适用的,如果确实有效果,未来再进行精细化的改进也不迟。 日本女排的蓝王机器人。 最近,姑娘们被安排为一天上下午两练,上午通常是从早晨七点半一直到中午一点,整整五个半小时。 狼岛对全队、蓝房和船扣等多项技术环节,全程一丝不苟地从严从系打造,争分夺秒的备战亚运会和市井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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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